這誰啊 好 一雷手現在由陳薇智 上來接替童重輝 他們在外野方向當然也做了調整 中外野手現在是郭戴友接姬俊玲 姬俊玲改掉左外野接黃桂玉 比賽現在進入到八局了 童醫師隊在八局的攻勢 甚至起用帶打 把曾智珍調上前線 接替原本的先發捕手吳釗輝 曾智 今年球季的打擊率是不到兩成 這一球界外球 場上的投手還是中山豫章 我們看中山豫章 在前面七局的用球數是八十五球 在控制當中五十七個好球 三十一個壞球 只被打四肢的安打 只讓童醫師隊一次攻上得點圈 對 而且今天中山豫章 他的壞球都不會差太多 那有一些是配球應用上需要的 對 他說稍微偏一點 那不能在正常投的話 他大概都在這個 這個Benet版的這個邊邊角角一個壞球 球數一好球一壞球 這球出棒打成了一個內野反彈球 美樂接出之後傳向伊磊 這球奧斗 伊磊神判定觸殺觸局 看似瀟灑 但是傳得稍微偏了一點點 不過他出手還是很快 所以陳薇智還是接球之後 能夠用觸殺的方式解決掉曾智珍 雖然傳偏了 但是李磊接球的陳薇智 還是能夠用觸殺的方式 來解決打者曾智珍 打擊了的是三壘手吳家榮 偏低的壞球 吳家榮忍住了 今天看周上一張在投球 事實上他都不會大意 他甚至可能有做功課 大概就了解說 這個同一隊大概有幾個打者 所以第一個球會出棒的 所以他幾乎有很多是 第一個球都是投他的滑球 甚至就是直插球 這是一個大彈跳球 接觸之後要快速的 這個球一傳傳到了地上去 當然就什麼都別彈了 他知道吳家榮的速度很快 所以他也是 一定要快 要快傳球 但是沒有想到一快傳球的結果 球傳地 因為這一快的時候 這球沒有辦法抓得穩 而且其實這個球 真的能抓到頭到一壘的話 可能也是來不及的 對 所以技術上給的是一個安打 是一個內野安打 真的就是速度 給全球的選手造成的這個壓迫 好 對於同一來講的話 無論如何這又是一次的機會 一出局之後 吳家榮快給內野安打上來 打球的人都是黃甘磊 連三個打數都是非球被接殺 第一個球內角好球近代 一個好球沒有壞球 一臉上有速度的吳家榮 已經有15次的成功到了 不過現在是落後4分 揮棒落空 這個球就是外角的第一球 是吊中了黃甘磊的出棒 是一個直插球 球數又對中山藝章是絕對的有利了 做了一個軟性的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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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好球沒有壞球 內角偏高近身的一個快速球 現在球數時間了兩好一塊 像這個壞球也是一個配球 內容必須的一個戰術應用 難免會記得 他剛剛曾經去追打一個外角的 對... 直插球 所以現在投一個內角 靠近身的這個壞球 那可能再來就是可能這個 不是一個同樣的一個角度 但是是好球 不然就是這一個 就是外角的一個變化球 所以這個配球是沒有絕對性的 所以一定要怎麼配 但是投手的這個頭腦 靈機就是看這個打者的反應 來做配球是相當重要 手套擺在內角的地方 這一球三油間硬生穿越了 被黃甘磊打穿的三油防線 寄望打滾地球 打者也打出了滾地球 但是滾地球打得非常的強勁 對 形成了一個穿越的安打 統一試隊在第八局上面的攻勢 現在形成了一二流跑者 一出局 這個安打是黃甘磊這場比賽的第一支 團隊的第六支 身材高大的三壘手美樂 雖然撲出去也沒有辦法接到 好現在打擊的是極劍鴻鳴 雖然是來自於同樣的國家 但是今天極劍會很悶啊 看到中山一張 好不容易打出一支安打 結果又被牽制出去 我們現在就看極劍能不能用他的棒子 來抱一箭之仇 好 這一球中間方向有機會報仇了 而且恐怕在今年球季面對中山一張 要打下第一分的自責分了 沒錯 跑回來得分的是速度飛快的烏家榮 統一試隊在今年 終於在中山一張的手中 打下了讓中山一張掉第一分自責分 經過了多久呢 經過了快要二十四局 終於在中山的手中 敲下了讓中山一張掉的第一分自責分 第一個球積極地出棒 打穿了二油防線 球才剛才回船 吳家榮就已經跑回來了 所以真的 這是吳家榮的速度 腳程 快 那當然現階段對於中山運家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危機了 所以投手教練前野先生 趕快叫出一個暫停 場邊上有柳豫展 而且昨天也曾經投了延長賽的第十局 被打了一個安打並沒有十分 不過以中山的話 他目前來說 他投球狀況還算滿不錯的 比如說在這個控球方面 也不會 因為就是投到第八局 體力有一點 這個 比較篩退了 收到以前也沒有 對 那雖然是被打安打 但是這個球是這樣 投得也滿不錯的 給給啊 中山一張今年球季面的統一 是最主要的第一分自責分 是被他的同胞選手 極劍鴻鳴的安打給打掉的 這也是非常有趣 現在打擊數人到了王傳佳 跑者分戰一三壘 那壘上的跑者呢 都是非常有速度的 那極劍這一次真的是 要特別的提高警覺的 在第六局的時候 曾經被牽制出局過 好 統一是對接下來兩位打者 三棒的王傳佳 四棒的陳雷紅 今天都在中山的手中 打出過安打 再來一個快速的回馬槍 再來一個快速的回馬槍 手勢先觸碰到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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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又是一個安打 這個安打球的出現 黃甘霖得分 極劍上二壘 打出安打的是 左打者王傳佳安打壘分 打點 這個打點的出現也使得 王傳佳今年球季 打下了第36分的打點了 打點數現在又追上了他的隊友 陳雷紅 好 連續四棒的安打 同時對掀起了一波 再八局的反攻 感覺上這個球跟 極劍剛剛所打安打那個球呢 差不多 對 好 現在 雙方只剩下兩分的差距了 極劍師隊連追平分都上壘了 黃傳佳在壘壘上 極劍鴻明 在得點圈的二壘上 打擊輪到的是陳雷紅 陳雷紅今天前三個打 出現兩支安打 所以對於仲山豫章來說 今年球季面對 統一師隊不失自責分則已 一失自責分是連掉兩個自責分 第一個球是偏高 今年球季在經過了23.2局 面對統一師隊沒有自責分之後 在這個半局 延續被打了四支一兩打 掉了兩分自責分 第一分是極劍打下來的 現在在二壘上 第二分是王傳佳打下來的 現在在壘壘上 這球插棒界外 一個好球一個壞球 八局上半 統一師隊展開了一波反應的氣勢 安打數也出現了團隊的第八支了 這壘壘下 切落後 中性進隊一支而已 中性進隊一支而已 加油 一好球一坏球 外角边外侧 形成了一好球两坏球 那下一棒的打者是谁呢 原本应该是轮到柯建峰 但是现在看到场边上是陈震贤拎的棒子 那罗敏其实是早早的在第七局前一个半局就已经上来带打了 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场 好在场上现在陈霖宏的球数是略微的站到上风 一好球两坏球 所以总教练在这个早时机换带打真的是一个一门学问 对 真的是一个学问 这一球一二垒之间硬生又是一个穿越安打 这个穿越安打球极箭红明要冲本蕾 球传向二垒 回来得分的是极箭红明 连续五只安打打下了三分 现在双方只剩下一分的差距了 三比四 统一式队仅仅一分落后 统一式队二三四棒 相继以关键的安打替球队追回了十分 极箭也跑过来了 现在最平分由王丹佳所代表的已经上到得点圈了 陈练宏在一垒上 刚刚这个安打也是身材高大的选手 用Inside Out打穿了一二垒防线 所以这连续的几只安打 这个五只当中至少有四只安打都是直球被打到的 那是不是在配球方面已经好像被对方给试破了 所以在这方面来我是觉得说这个时候 你补手应该要重新再思考一番 马上做一个调整配球方式 打准备的是陈震贤 陈震贤是代打上场 他也是一位外野手 当然可以直接在下个半局接替手外野 打准备目前是三成一六 中央的安打数现在是各有九只了 这一球打成了一个飞球 这个飞球并不是那么远的深远 目前遭到了接杀出局 王传嘉还是停留在二垒上 孔明师队在进攻方面现在形成了两出局 现在又要启用代打 原本的打者是左打者张文宗 但是张文宗现在被换下去了 今天三个打数没完打还吃过两个三阵 现在决定要换代打者 要换上曾阳志 其实当然在场上这是蛮少见的 你原本是一个左打者上来 面对的是右投手 但是因为今天左打者打得不好 对对没有办法 所以你换上右打者上来 曾阳志打击力不到两成 撤击力不到四效 比他坏了 赤出来 选择 再上 confidenc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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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做考量 就是說 當然是他認為就是 之前這個打者沒有好的表現 但是我基本上我是覺得 他有做考量的地方就是說 現在換上來這個打者 是不是在紀錄上 對這個中山藝章 比較有好 真的嗎 安打 這個球左中外野放上了一個 深遠的安打 統一世代有機會要超前了 追評分王傳嘉已經回來了 現在緊跟在後的陳蓮宏 也跑了回來 哇 戰局立刻翻兩番了 形成了5比4 說著說著 說著就來了 就來了 一直關鍵的二雷安打得了兩分打點 超前分是由代打上場的曾陽智所打出來 哇 中山譽章 一世分 這五分 這止不住了 這個半局 被打掉了六支安打 已經掉了五分自責分 其實我滿納悶的就是說 從他配球當中的話 這一局的話 他變化球投得相當少 其實都是以直球跟對方來做對決 真的是身材高大 外角球強力拉到了左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手郭帶勇 雖然眾生撲出 但是就差那麼一點點 差一點點就差別滿多的 所以我剛剛在講就是說 總教練會瞭解說 現在他要換上去的這個打者 他在旁邊準備得怎麼樣 然後他這個欲望強不強 再來就是他平常訓練過程當中 雖然他不是一線的選手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對他有信心 沒有信心這是重點 場上打擊是輪到了這一輪的 第九個打者黃幸福 一個好球沒有壞球 今天兩個打輸 沒有安打一次次外就保送 中山雲章現在身後的跑壘員 就是曾揚智 跟一根大刺一樣插在他的背上 深遠的二壘安打帶他兩分打點 偏外側 球數現在形成一好球一敗球 第一球 統一示隊真的是在這個半局 攻下了一個大局下來 就是高隆偉 在場面上熱身的 待會還是由他先上來投球 這一球打成了界外 球速形成了良好球一壞球 良好球一壞球 棒球場上就是這樣子 瞬息之間一局的變化 往往有時候真的是讓 任何一個人都很難去預料 對 內野的反彈球美樂結束之後 用Tag的方式 沒有再傳向一壘 還是完成了刺殺 也結束了統一師隊 在第八局的攻勢 一輪九名打者打出了六盞打 現在形成了領先的5比4 一分領先的是統一師